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你有沒有頭痛 失眠 然後呢 骨刺 脊椎側彎 還有斷地腳 有沒有這些症狀呢 它們的共同點 其實呢 都跟你的這個肌骨有問題 那其實很多人都常常 這裡酸 那裡痛 那每次呢 去給人家敲骨啦 或者是按摩啦 想盡各式各樣的方法 都是 嗯 治標不治本 好像 欸 短暫的舒緩了 可是 欸 舊的還沒有不痛 新的又來痛了 所以到底這樣的一個循環 是怎麼樣原因造成的呢 今天我們特別請到專家 來到現場啦 歡迎畢師大物理治療所的院長 謝行中 謝院長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院長 你今天帶這一本 就是說 遇到 就是一個療癒之道 對 其實就是告訴大家 你每天只要花七分鐘的時間 你有四十五種的這個肌骨操 就可以根治我剛剛講的那些疼痛 的確是 因為我剛剛講的那些疼痛是 大概十個人裡面應該九個人都有的毛病吧 對 而且都有好多樣 因為現代人很多的問題喔 是來自於知識不正確 它影響到身體的結構 那身體的結構呢 其實有可能影響到旁邊的自律神經系統 以至於造成器官功能混亂不正常 當然除了痠痛是一定會發生的之外 所以我們必須從脊椎 整個身體的型態來做調整 來改善我們身體的健康 所以其實都是出在大家姿勢不正確 的確是 所以你這個物理治療所是形態醫學 我也很好奇 這個形態醫學指的是什麼 是 它指的是我們身體的型態跟身體的結構 脊椎結構 那當我們的脊椎結構 比如說小面關節 或是旁邊附屬的這些肌肉 如果功能失調的話呢 也有可能影響到神經的訊號 造成痠痛 或是剛才講的治癒神經系統 引起的 比如說頭痛 偏頭痛 喉嚨痛 鼻子痛都有可能 鼻子容易過敏 喉嚨容易撒啞 或者是胸悶心悸 到腸胃 肝膽的功能 另外呢 如果影響到腰間椎 就可能影響到泌尿生殖系統 所以不管是男性的性功能 或是女性的生殖方面的問題 都有可能是跟脊椎是有關係的 而且你剛從上面開始講下來的時候 我就是鼻子在過敏 然後喉嚨有一點沙啞 所以是我現在的姿勢不正確嗎 其實是有關係的 剛剛我們提到就是說 你有可能是因為姿勢不良引起的 但是有另外一個可能就是動態的 比如說外力衝擊症候群 比如說滑倒 跌倒 或是汽車椎撞 摩托車跌倒這種 造成脊椎的功能失調也有可能會引起 所以在做體操的方面 我們就從兩個方面來著手 怎麼樣克服這種靜態 因為持續的姿勢 比如說現在3C使用產品低頭足 長期的姿勢造成肌肉的緊繃痠 甚至拉傷靜軟 或者是小面關節功能失調 以至於影響到肌肉張力偏高 等等引起頭痛偏頭痛 或是常見的落枕的這些問題 都有可能會引起 所以我們這本書的目的 就是希望介紹一些簡單實用的體操 來幫助大家脫離這種治療 賦予一個疼痛的循環 所以就等於是自己的這個 讓你自己治療 治癒 對不對 而且這書我燙燙燙已經都賣完了 我好不容易才搶到一本 聽說現在在搶硬當中 那我們知道謝醫師多年致力於 這個物理治療中心 是骨科徒手療法 為什麼徒手療法是只用手是不是 就不用其他儀器 對 因為他原文是講 Orthopathic Manus Therapy OMT 那是針對我們的功能失調 Dysfunction 就是關節 活動度不足 骨 肌肉彈性變差 這些用徒手的方式去治療 當然現在其實會複術一些簡單的器械 比如說像是一種impulse的儀器 刺激這個關節 或是氣質的肌腱 肌梭 上面讓肌肉鬆開來 有輔助性 不單純只是徒手 對 那你這樣子這種療法 它跟一般的twin 或者是什麼敲骨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跟中醫講起來這個鎮骨 禮精 其實大家目標都一致的 都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那只是解決過程 因為西方在研究的時候 比較注重這個組織性質的特性 所以可以講就比較專一性 specific 哪裡的問題 我們從這裡先著手 然後去衍生出上下 比如說上下的關節 上下的肌肉 這種整體性 甚至整個筋膜的連續性 來做治療 所以它的治療是比較完整 那其實中醫當然講 正骨禮精的手法都非常了不起 不過修煉起來的話 個人的那個魅力就很重要了 比如說你學中醫的話 這個功夫就要好好練 把自己當作一個很棒很棒的機器 這樣操練 效果才會好 就是的確 對 你知道那種很厲害的一橋可能就好 你知道大家也都有給 很不好的按摩室可能按過 你知道你沒有按好 其實是反而加痛 加重的一個嚴重性 的確是的確是 因為這個受傷的時候 也是要分階段 如果你今天急性期的話 至少只能做P-R-I-C 就是保護 休息 冰敷 抬高 或者是加壓 不要讓災情擴大 這很重要的 可是如果你這時候就開始去瞧它 你會可能造成災情擴大 傷勢更嚴重 這就很麻煩了 那另外在診治的時候 其實要判斷出來就是說 現在是肌肉的問題 還是關節去影響到肌肉 因為如果是關節的神經訊號 影響到肌肉的話 你就要先從脊椎著手了 不然你會發覺肌肉我放鬆了 鬆了 可是很快又緊繃了 因為神經訊號沒有改變 脊椎還是原樣那種神經訊號 造成你的痠痛一直在recurrent 重複的復發這樣子 那所以如果是脊椎的問題的話 它是需要長時間的做調整嗎 的確是 主持人說沒錯 其實長時間的調整這部分就是 患者一定要參與 就是醫治者呢 不管是治療師 醫師 他幫你做的時候 只是去除你 不能自然恢復的那種barrier 就是那種障礙 比如這關節卡住了 我們就透過外力 在正確的角度 施以它一定的力量 一定的幅度 讓關節恢復正常活動度 但是之後呢 你要reset自己的大腦 去改變姿勢 因為畢竟你的大腦 已經習慣原來那種 張藝的感覺了 所以如果治療之後 你沒有改變習慣的話 很可能怎麼又退回來這樣子 就又會再救急復發 就是這樣 因為你沒有改變你原本的姿勢 所以要正確的使用習慣 還有良好的簡單的體操 所以這個目的就是提供你 做簡單的體操 讓你保持肌肉平衡的狀態 關節良好的活動度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形態醫學 是非常科學的啦 那就是說從你這個人體的形態上面 去做一些改變 對不對 你才會真的徹底能做改善 是 好那你這邊有一個例子是說 因為現在人痠痛真的很多 也有可能是運動的傷害 或者是像你講 就是長期日積月累的姿勢不良 那你書裡面提到有一個治療過一個患者 他是因為跑步的運動傷害 對 那你想說跑步運動傷害能 就是不是就是跟這個肌肉有關或腿有關嗎 結果他不是 他是影響到他的排變功能 的確是 為什麼 來 是這樣子的 他其實是想要減肥嘛 所以他很認真的沒辦法去跑步 那我們知道跑步你要減肥的話 至少要跑個40分鐘 之後才會發生那個減低內臟組織脂肪的效果 會很認真的跑 可是有一天熱身做得不夠 那剛好跑一跑 突然有人衝出來在跑道上 你知道我們跑一個狀態的時候都很專心的 進入一種很專注的狀態 然後渾然忘我 突然呢一個女生跑進來 嚇到 所以一拐呢 拐到大腿臀部這邊的肌肉 女生太漂亮了 有可憐 結果臀部的肌肉拉傷之後呢 他想說 這個只是扭一下嘛 那我還是繼續跑 結果跑了一兩禮拜也快不對勁了 因為事實上他臀部的肌肉拉傷之後保護自己 我們講Muscle guarding 就保護自己一邊靜軟的現象 你想一邊正常的彈性一邊繃住了 那是不是就可能影響到骨盆的結構 箭椎的結構 進而影響到這個箭蟲神經 這神經蟲受影響了 以至於呢 它的肛門的這個我們講擴約肌功能變差 大腸乳動也變差 變排便受影響 所以它就變整個便秘是不是 對 你可能每天可以跑一次的 變成只要兩三天才一次 那就不太正常了 或是你用力的時候會發覺 這神經的訊號到不了 沒辦法正常的去收縮 做正常的排泄 對 但它有連結到是因為它那一天 就是被這個美女撞到的關係嗎 對 其實我們當然來做治療的時候 他剛開始會覺得打個問號 這是怎麼搞的 因為可能會想是腸胃的問題 或是最近心菜吃太少 對 還好就是說 它稍有概念就是說 脊椎的致力於神經系統以後 神經系統影響到器官的功能 這部分還有概念 所以他來試試看 那我們聊起來 其實在時間上蠻穩合的 重點是呢 把它臀部的肌肉 尤其深層的肌肉放鬆了 另外你知道拉傷之後 其實纖維斷裂 玉核會散成八層組織 再把這八層組織做正確的處理 鬆開來 那就正常了 對 但是它從外觀上來看 因為你說一邊是屬於這種緊的狀態 它外觀上面是看得出來的嗎 很厲害 其實看得出來的 你要看那個臀部肌肉兩邊的弧度 還有凹陷的地方 甚至光澤都有差異 還有呢 我們做促整的時候會發覺 怎麼一邊溫度比較高 一邊比較涼涼的 對 這也是 哇 就是很細微的上面 其實都可以注意到它的不一樣 然後另外呢 其實它走路姿勢會稍微改變 因為兩邊 像是大腿骨兩邊髋關節 這邊緊繃的話 可能就被拉成比較外旋的角度 所以呢 膝蓋就會受影響了 膝蓋本來是兩邊正的呢 現在被一個拉往外 所以我失利的時候可能甚至影響到膝蓋 影響到我的腳踝到腳掌 所以這很像車子的那個 我們講前輪定位沒做好 輪胎就異常模組 就歪的 所以同樣的 你受傷之後呢 關節位置偏的時候呢 可能一系列的疼痛就來了 對 所以它有算早發現嗎 對 算早發現 否則慢慢的可能變成膝蓋也疼痛 然後腳踝也疼痛 那你想如果膝蓋疼痛的話 如果我今天是個50歲左右的人 我去醫院檢查 通常我們骨科醫師就判斷 你這個推化性關節耶 對 然後就想說 哇 關節 那我說要換人工膝關節了 其實不進來 你可能只是這些肌腱韌帶軟組織 它的張力變成不平衡 影響要產生疼痛而引起的 所以在這裡就要說明一種痛 一般我們痛都覺得是發炎 所以要吃消炎藥 可是事實上有另外一種痛 叫機械性疼痛 就是說因為你外力刺激它 不然是拉扯扭轉會痛 或是你外力離開了它就不痛了 這種痛叫機械性疼痛 很像我現在搬我的手指頭 搬到底會痛 放開了就不痛了 它在發炎嗎 沒有 它沒在發炎 所以這種痛吃消炎藥沒有用 剛才講的這種扭傷的運動傷害 因為你的力量偏了 所以就刺激到這種機械性的感覺 接受器 你就開始痛了 那怎麼辦 把它調整回來 這痛就消失了 所以現在裡面要提到的體操 就是說你透過這些運動 治療 可以讓肌肉平衡 讓關節位置正常 這種機械性疼痛就消失了 才不用吃很多藥 怎麼痛還是沒有消失這樣子 對啊 而且一個是 每天做7分鐘就可以恢復的事情 你竟然差一點去開刀 這不是很冤枉嗎 的確是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再還有很多很多的資訊 小雲 小星 小星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和 毕师达物理治疗所院长 谢新周县院长来聊聊 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 脊椎各方面的问题 就是肌骨 其实就是全身 这个形态医学 我今天也学到 还有另外一种痛 其实事实上就是 伟大的妈妈们 可能都有感受的 就因为生产的关系 造成了一些痛 可是因为生完 就是有可能 它就日积越累 越来越严重 像你书里面有一个 案子是说 它是生完小孩之后 它的下背就很痛 所以是连接到 它因为生产的时候受伤吗 对 很有可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骨盆 其实骨盆腔 这是从正面往后看 那这边的两边长骨 后面的间椎 然后这边尾骨 那这前面是齿骨 好了 胎儿呢在这边 那事实上在生产前 就是因为荷尔蒙变化的关系 所以呢 两边这里的韧带 这叫长腱关节的韧带 还有齿骨前面这个韧带 因为荷尔蒙变化 它会变得比较松 所以一旦产腹用力的时候 产道又打开 那胎儿就可以下来 可是如果你今天之前 就是怀孕之前 你就已经摔过 滑倒跌倒 而造成旁边这里 比如长腱关节 右边或是左边的 这个功能失调 或是齿骨功能失调 什么叫失调呢 该动不太会动 卡住了 那很可能就造成难产的部分 那另外呢 可能即使你顺产了 然后生下来了 可是奇怪 怎么复原之后呢 老是下背疼痛 其实有可能就是 复原之后 因为这些韧带呢 它得到 它需要休息 它本来被弄松了 撑开了 它恢复呢 通常要需要四到六周 只有坐月子 为什么很重要 坐月子除了说 吃生化汤 营养的补及代谢之外 另外就是要让脊椎跟骨盆 好好休息 回复 对 那骨盆的恢复的时候呢 如果你产生错位 那变成卡的位置 就不太对了 对不对 就引起我们刚才讲的 机械性疼痛 就很容易造成这边的痛呢 又造成旁边的肌肉呢 也跟着绷住 去保护自己 刚才讲的脚肌肌 所以整个下背这边呢 背部这里 就很容易痠疼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呢 也是一样 要增加这个 长腱关节 它的活动度 把它卡回去 正确的位置 让这些肌肉呢 得到松弛 因为这些肌肉紧绷啊 不是因为你不动而紧绷 是因为关节错位了 然后神经讯号 造成它肌肉绷住了 所以一旦你的关节位置正确 然后上神经讯号 这些肌肉就松开来 这种机械性能动 就消失了 那我怎么知道 我的痛是什么痛 它就是 是关节错位 所以就是你只要有痛 就是要请医生看 通常可以从位置来看 当然这一张是正面的 它有背面在两边这里 腰椎底部两边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或者是整片间椎 引起的痛 或甚至到臀部 单侧或两侧的 这都可能是骨盆 引起的疼痛 对 那像我自己是 就是应该是这个尾骨 在这里 我很奇怪 我生的时候都OK 我是生完之后开始痛 是 一卸货之后 小孩已经睡在旁边了 我的屁股就开始痛 所以那个不会难过 只要坐的就是超痛的 是 好 那有的人会很酸痛 有的人可能就像你说的 我只是坐下来 觉得尾骨这边不舒服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真的是痛到 我整个要哭 那你真的很辛苦 因为旁边这个神经 就尾骨旁边这些神经 被firing 被刺激起来了 所以它会异常感觉 那这要怎么办呢 其实重点也是一样 可能就是做治疗 或是做体操 然后把尾骨 底骨肌放松了 这种放松了之后 这个痛就慢慢消失掉 否则这种痛 通常只有你吃肌肉松弛剂 会减缓 可是要要效 过之后你还是很不舒服 所以待会我们也会示范说 那骨盆底部这边 可以做什么样的体操来帮助 那我想在人的一生当中 总是 对不对 马有尸体 人有乱说 总是有不小心的时候 谁没有瞪咖撑过 一定有不小心滑倒就瞪 那这种当下是没有 当然当下一定痛 但痛一下就自然会恢复 那我怎么知道 它会不会影响到我日后生产 或者是说我生完小孩 这痛成这样 我怎么可能去联想到 是因为当时我跌倒的造成 OK 这有几个指标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 只要你摔过之后 通常骨盆底部的脊肉韧带 它是绷住的 那虚弯会比较差 然后另外影响到 刚才讲的渐虫神经 所以会有几个现象 腰部比较容易莫名的酸痛 有的人要叫它去洗碗 不要 为什么 洗碗弯腰会觉得好酸 可能持续一个姿势 不到三分钟 腰好像酸得要爆掉的那种感觉 那像这种情形 腰莫名的酸痛 另外有可能排便不太正常 影响到肛门的阔瘀肌 大肠的蠕动 另外还有可能贫尿 或者是Mens不规律 那你讲Mens不规律跟这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是有的 因为你摔倒的时候 力量不会只有在骨盆这里 它要往上传导 所以可能影响到我们腰椎的部分 那腰椎第二节第三节旁边的 自愈神经 副交感神经 那跟卵巢 疏软管跟子宫的功能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可能检查 你的这些器官本身很健康 没问题 但是支配它的讯号出问题了 那讯号出问题的话 可能就影响到我们的Mens不规律 或者是你可能代谢情况 比较容易结块 或甚至疼痛 所以这时候治疗的时候 要从腰椎骨盆左手 这问题就会解决了 所以通常有这样的问题 可能在怀孕的受孕 生残 或者是整个这个过程 恢复的过程 就会开始有症状 所以我会建议 其实万一真的摔倒的时候 不可等闲四肢 要尽快处理 可是那处理的方式呢 初期前面一个月 我妈妈当做这个肌肩韧带的 那个恢复期 要把它拉长一点 前面一定要冰敷休息 三天叫急性期 之后你可以热敷休息 可是再来呢 一个月之后呢 开始要做伸展操了 让臀部的肌肉放松开来 所以我们以前就是觉得跌到 我们就是拍拍屁股 再站起来就好 这是错的 就是要做这么多的 恢复的动作 才不会影响到日后的 对 造成身体的不适 尤其女性会感觉 特别不舒服 就是在怀孕啊 这个问题 对 好啊 那其实 这个 当然这些书里面 很多很多的这种案例 我相信大家 多多少少都有 自己有一两个状况 很类似的 那书里面有特别讲说 卿院长就说这个 大部分的疼痛 身体的疼痛 80% 都是因为脊椎不正 的确是 因为我看到就是 通常就酸痛嘛 分布各部位的 不管是头颈部啊 躯干啊 四肢啊 骨盆腔 下肢 这种酸痛的问题 那刚才讲过就是 我们通常会注意说 我的肌肉紧绷嘛 所以我要去按摩 做SPA 改善它 可是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一个 很重要的是脊椎一定要先照顾好 因为脊椎两大神经系统 一个是它脊髓神经系统 一个是旁边的自律神经系统 那这脊椎神经系统呢 如果受影响 受谁影响 关节 关节的活动度影响的话呢 可能神经讯号让这些肌肉 脏腻就偏高 就紧绷僵硬 所以有人觉得很奇怪 我常去按摩 为什么肩颈这边呢 还是颈 对 那职业栏好像要填上那个 挑砖块 因为太硬了 会去扛瓦斯 是 结果呢 其实它可能问题就是 出在它的颈椎 比如说三四节 这边的关节比较差 那比较僵硬 可是它觉得 我可以转头啊 那为什么会说我不舒服 其实有一看它 侧偏的时候 动作可能不自然 毕竟转的时候 是一二节负责比较多啦 那三四节的话 你就要前弯啊 或是侧偏 才感觉得出来 那这些动作 我们又不常做嘛 尤其现在又可以 三细的东西很多 都这样看 所以呢 慢慢可能三四节关节 功能变差 影响到这边 颈部的肌肉僵硬 所以要先从活动度着手 把关节的功能 恢复了之后 神经讯号正常 肌肉张力正常 再来处理肌肉 比如变短的肌肉 你要把它拉松开来 所以就是我们要教大家 是做这些运动的原因 也是在这 而且现在人 真的大家都一开始 没有转头了耶 是啊 我们现在要看镜头 所以我们转一下 对不对 现在你真的就是这样 然后你明明坐在我对面 我还是用这里 在跟你聊天 所以真的都不用转头啊 就是大家都这样 然后聊完好 拜拜就走 其实这样蛮可惜 可以改变个习惯 就是如果你还是 继续使用这样 对不对 但是可以先拿这 就是往后仰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天书 放下来 左转一下 右转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讲过 受伤的一个是动态的外力冲击 可是静态就使用不当 持续有姿势太久 它的症结都是持续一组肌肉 收缩太久了 收缩太久的话就容易静软拉伤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不要让它持续收缩太久 可能十分钟 十五分钟 就稍微变换一下姿势 让不同的肌肉去活动 不要让同一组肌肉 绷在那边受不了这样子 了解 所以东西有个break break 就要养成一个 一直不断动来动去的习惯 确实 但也要正确的动 不要又伤到自己 所以来看一下脊椎不振的原因 有哪一些 有外力冲击 刚刚讲到 就是如果有车祸 或者是撞击 其实像去玩那些游乐设施 有的真的蛮举烈的 甩来甩去 那个是不是也会造成因素 对 我觉得玩游乐设施 是要渐进的 你要从初级的开始玩 还有自己要的 像我们书上遇到那个字一样 心要到 你现在就玩云霄飞车 你就开始脑袋里面出现 待会会往上 往下甩 往旁边 所以要预期心态是不是 对 这个很重要 然后玩的时候身体要放 放松 所以要先做一些热身再上 因为平时这些加速的动作 加速的类别对我们的肌肉反应 我们不习惯 对 那你突然去游乐园 那你很兴奋 可是你要先做一些预备 然后接着呢 先体会一下人家玩的这个路径 再放松去享受 这种感觉 身体要放软了 因为真的紧张 我曾经也是甩到我觉得 晚晚隔一天真的要伸背痛 我想说我前天做什么 你也只有坐鱼装飞车 太紧张了 对 就让肌肉很痠痛 好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看看 还有什么脊椎不振的原因哪些 这种感觉 欢迎回来 以前大家都说要行的症做的症 那如果你脊椎都不症 怎么做的症呢 对不对 怎么样都会造成一些身体上 久而久之会造成伤害 那刚刚我们讲到脊椎不症的原因 就是有这个外力的关系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姿势不良 这就是自己造成的了 其实姿势不良有一个重点就是 不要持续的姿势太久 不要让同一组肌肉持续收缩太久 以至于僵硬 僵硬的肌肉就容易受伤 所以如果你边做事边活动的话 这种反而就很好 好 所以姿势不良 我们等一下要告诉你 哪些姿势是绝对要避免的 再来就是身体器官的疾病 对 当然了 如果说你今天是肠胃没照顾好 容易胃痛的话 你的姿势一定是比较妥的这样子 这样也会造成一样姿势不良 后面背部的肌肉负荷太大 还有胸椎这边的肌肉也负荷太大 就容易痠痛 那久了连关节是这样的 关节比如它可以前后滑动 可是你都处在那种往前的动作 很少做往后仰的动作 它久会卡住 我们叫mechanical locking 就是机械性的这种锁定 活动度变差 就像刚才讲的一堆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身体器官疾病 也是要先去处理它 即使你觉得你弯着才舒服 可是最好还是要相反的方向 还是要去做伸展 一段时间少量多次的做伸展就有帮助 对 而且既然是已经有持续性的一个痛的话 就是要赶快去看医生 把他这个痛解决 对 要不然我觉得这是人性 你哪里痛你一定会避哪 你这只脚痛你一定就用这只脚实力 那你久而久之又不平衡了 那我们刚刚特别讲到 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姿势不良 造成我们的脊椎不振 那有哪些姿势是绝对要避免的 比如说我们看这张图这些 这些姿势不能做为什么 下半身脚站直 可是上半身却弯腰 这个动作就是说 像我们刷牙洗脸的时候 还有洗头发 女生洗头发的时候 通常会造成颈部胸椎 上面这边的肌肉持续的收缩 崩太久就容易受伤 你是说只有这样子是不是 对 持续太久了 还有它会增加你腰部这边的负担 不管是肌肉或是脊椎里面的椎间盘 负荷都会变得很大 容易造成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所以建议这个姿势要稍微弯膝盖 不要打直 你打直的做的话 它的压力是更大的 你稍微弯的话 让骨盆活动一下就会比较好一点 对 这样子 其实呢 我都是这样 对 其实我建议是用脸盆头 在下面直接洗 这样是比较OK 对啊 所以你意思是说 仰着膝壁 这样子弯着洗好 比较不会增加腰部的负担 或者是你要弯的话呢 注意膝盖这里 两个 第一个呢 要稍微微弯 第二个呢 就前后脚 前后脚的动作呢 腰椎负荷就减轻很多 真的吗 对 虽然看起来是有点怪 对 这样子洗脸 就有点这样 对 所以你的力量 我知道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力量就有点 你去洗用大腿 的确是 那你这边腰就不会那么酸 对 那我们平常都是这样 对 这样子 而且呢 整个力量都在腰上面 其实问题就出在说 要稍微弯膝盖的话 可以减轻我们椎肩盘的负荷 它减轻腰部背部的肌肉的负荷这样子 这有差 对 就是不要直接往前弯 可是这样子 日本人不是都是这样吗 他们只是一下子而已 对 所以一下下就OK 一下OK 对 不能长时间的一直这样 对 那弯膝盖 记得弯膝盖或前后脚 这样可以减轻负担 简单说 大部分我们控制高度 都是用身体在 上面是在控制 这是比较危险的动作 对脊椎弧度 脊椎肌肉比较不好 所以呢 学习用膝盖控制高度 对 前后脚 拿东西 拿东西 也是一样 对 搬东西的时候 的确是 要整个先下去 拿 拿出东西之后呢 靠近身体 接着再起来 而不要直接弯下去拿 这样容易造成 追肩盘的突出 或是拉伤 就是痠痛麻 都出来了 然后另外呢 在机场还有更危险的动作 对 我们大家拿行李 行李代拿出来 对 其实应该是靠近之后 拉住再放下来 而且呢 最好是拉住 到前面来之后呢 再站起来 不要右弯 脚打直的弯 这已经是错误的动作了 你在转过去的时候旋转 就更容易拉伤了 而且那个行李很重 对 不要甩 不要用甩的动作 宁愿分两道程序 第一个先拉下来 转过来之后呢 再放上去 可以避免 避免 意外发生这样子 不要这样 像像这样拿 就闪到 对 对不对 好 再来是 单边翘脚 好 这个呢 其实一般呢 我们都会论述说 不要单边翘脚做 因为这样骨盆会歪一边 造成脊椎侧弯 听起来是没有错的 也会肌肉不平衡 但是呢 我必须还是要说明一下 我们大部分的椅子 其实椅子 椅脚的高度呢 最好就是适合我们的 整个小腿 小腿的高度 脚底到膝盖这边 然后这边大概90度 这样是最好的高度了 那可是一般呢 我们的设计呢 比较不符合我们国人的需求 可能就稍微高了一点 所以我们的脚呢 就变成 你如果不翘脚做的话呢 可能就做不太稳了 对 会有女生 因为这个礼仪的关系 穿裙子必须要翘脚 所以我会建议 比较人性一点是 可以单脚 翘脚没关系 可以耶 但是两边要轮流 比如说你右边翘个五分钟 你最好左边也翘个五分钟 其实会很自然 因为像我们习惯这样做 但是一定是 对 所以如果是翘脚 我相信你一定是酸的麻 自然就会换脚啦 对 所以要提醒自己 最怕的就是 你用3C产品 你总的专注力在这里 就忘记它 忘记身体给你的讯号 这样久了真的就可能 骨盆 有一大腿周遭的肌肉呢 完了 一边呢 断电比较强 一边比较弱 不平衡 又延续我们刚才讲的 这些问题就出来了 然后长短脚啦 反正左右又不平衡了 是 好 再来看另外一个姿势是 单手撑头身体歪斜 好 这个动作常常在家里面会发生啦 因为我们家里面都有沙发嘛 不过常常讲 沙发其实是给客人做的啦 主人最好还是做这种 餐桌椅比较挺的这种椅子 或者是 即使呢 你要做像这样的姿势啊 躺下来 也可以 为什么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不要让同一组肌肉 持续收缩太久 那像这种很差的姿势 最像很差的姿势 就是你能量消耗会比较大 增加我们身体组织的负担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这边坐一坐两三分钟 你换边两三分钟 就是你变换就比较不会出问题 反而持续一个姿势呢 才会出问题 对啊 我不懂为什么这个姿势不好 好 这个地方呢 你看手撑头的时候啊 其实有可能对你的椎间盘 有颈椎的椎间盘的负荷变大 怎么会 因为不是手撑着吗 手撑着不是就 会觉得头没那么重啊 好 肌肉很舒服啊 但是呢 关节韧带呢 它还是要维持一个形态 它反而被拉住的 对 所以对椎间盘 对这些肌间韧带呢 其实负荷还蛮大的 那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到 血管的收缩 放松 以至于引起头痛偏头痛的问题 还有这样的姿势呢 总是有地方还是要用力 要克服重力嘛 就不平衡 一样 肩颈这边啊 肌肉不平衡 引起 甚至有可能引起雄闷 心静 因为刚好 治愈神经系统 在上胸椎这一代呢 跟我们的心脏啊 肺脏啊 气管 肢气管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你的胸椎如果老是这样 拖着然后又歪着的话 真的很有可能 你小时候在气管的功能 好 再来是头前倾下弯 就是现在的这个 3C组啦 对 其实这张照片看起来 图片看起来比较保守 现在很少用笔记型电脑 直接呢 挖手机 更严重了 为什么 手机萤幕小 拿到前面的手会传就放下来 就低的弧度更大 力矩效应 力矩像说 比如说你的头 挺着的话呢 这15磅到这边15磅 那我往前的话呢 不往前又往前低的话呢 你可能变得 因为力倍增加嘛 三倍重变45磅 那相对这边组织呢 肌肉肌肩带负荷就很大 就容易出问题 所以其实现在就是 真的啦 我觉得你如果要使用3C产品的时候 真的也要告诉自己 适当的要变换姿势 有时候往后摇一下 有时候看旁边一下 这样就比较好 好 反正你就是要动一动就对了 好 还有这个 大家很喜欢的一个姿势 就是这个躺卧 然后弯头 不管是看书 或是滑手机 或是玩笔电 像这个姿势呢 不仅增加你颈椎 胸腔 胸椎这边的负荷 还有腰椎骨盆这里也是一样 那 一样老问题 我觉得喜欢这样做啊 这样做真的有影响吗 事实上真的会有影响 那不过可以预防的方式就是 你就常做体操嘛 常变换姿势 不要呢 懒骨头那边躺很久 你就是要改变你的习惯 尽量还是建议不要在床上做这些事情 好 了解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利用我们节目的时间 赶快来教大家一些 就是 简单的动作 好 我们先从上半身的开始 好 先讲一下这个 做体操的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 范围做到最大 第二个 速度要放慢 第三个呢 有感觉就好 你要记得这些做体操呢 我们不是要做去表演 要跟人家比赛柔软度 我们是要治疗自己的肌肉 让它恢复弹性嘛 要让肌肉恢复弹性 让关节的活动度变好 所以呢 有感觉就好 那有感觉的地方呢 停住 保持自然呼吸 大概15秒的时间 然后再来呢 就是你可能要重复做2到3次嘛 2 3次 还有左右要平衡 如果今天这个动作不是在正中线 而是在右边这样伸展 的话呢 你最好这边做2次 另外一边 左边就做2次 大概这几个简单的原则 所以以头部来讲 非常简单基本就是前弯后仰 好 我们先做好准备了 待会儿呢 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就真的正式要来做 我们的体操了 好 休息一下回来 好 休息一下回来 欢迎回来 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来做神奇击骨操 而且学起来 每天只要7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治疗40种身体上面的疼痛 好 那我们就开始冲头到脚 好的 还是要强调一下 这个神奇呢 不是说动作多么炫 我们不是在炫技 这个重点神奇是 你只要持之以合作就有效果 那像脖子来讲的话就前弯 你看哦 慢慢弯下去之后呢 建议来 手可以放在头后面 轻轻的围压 这样我们拉到颈椎后面这边的肌肉 这边有拉到吗 有 而且你有电到我 哇 静电 好 这样一下 好 那如果有拉到我们就停住了 保持自然呼吸15秒 好 放轻松这样就可以 好 假设已经到15秒 很简单 然后接下来往后 往后仰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要感觉到前面这边的肌肉 有被拉扯到 然后注意不是只有头这边往后仰而已 胸椎这边 胸椎的上胸椎这边 尤其是C7 T1这里 整个要被拉到的感觉 它对胸口这个地方 然后再把手轻轻的往上顶 好 如果觉得前面有拉扯 后面有挤压的感觉就停住 一样15秒保持自然呼吸 OK 接下来呢 左转右转 如果向左转的话呢 一样中轴轻轻轻转过来 觉得右边这边的肌肉 前方的肌肉有拉到 有拉到就好 手再轻轻施个压力 停住一样15秒保持自然呼吸 很好 接下来换另外一边 对 也是这样做 然后呢再加上侧边 这样有一点推不太过去我可以讲 好 这是高级动作 对 好 很好 接下来呢换侧边 往左侧边 也这样轻轻 记得有感觉就好 有感觉部位呢 在右边这边的肌肉 有拉到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一直 为什么一直强调有感觉就好 因为大家会忍不住想要大力是不是 对 千万不要 这肌肉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 不要一出手就让它受伤了 然后再换边 好 一定要都是15秒钟 然后有感觉就到 就hold住 然后正常呼吸 这些动作呢可以让眼睛更明亮 真的吗 让鼻子 鼻腔的功能 还有喉咙的功能更好 很需要耶我 避免头痛偏头痛 我整个很塞 都塞住了 对 做得非常好 然后呢 好 刚才讲这基本动作 颈部这里的 它比较高阶的动作呢 就是我现在拉 我的上斜方肌 比如说是后面 然后偏左边的肌肉 那我要怎么拉呢 我当然先往前弯 然后往右边45度 然后头再低下去 甚至呢 在这个轴上面呢 我头还可以做右旋 左旋 通常你要拉下面一点的肌肉 就右旋 好 再把手轻轻的放上去 对 那你就会拉到呢 自己想要拉到的肌肉这边 常常讲这个肩颈痛 这地方一样 15秒保持自然呼吸 所以很重要的是 你要轻轻的去找到 我感觉被拉到 停住就可以了 而且你真的认真做起来 就是其实 你先这样然后再这样 你就可以知道 你拉到肌肉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或者是这样 好 这个更高级的动作了 这个呢 主持人家做得非常好 往后仰 然后呢 又往后弯 往右偏 这样可以拉到喉咙前部这边 尤其像是这个我们讲的 雄鼠乳涂肌这边 那手可以从右边上来 后面 右手 对 然后呢 再扶住你的 有 他说我这个姿势好看 对 对 往后 因为我想要文艺青年了 真的 好 这可以拉到了 一样15秒保持自然呼吸 OK 基本上这是上面的动作 那如果像介绍一些像胸椎跟骨盆的动作 胸椎的话呢一样是前弯后仰 左转右转 事实上在座位上就可以做了 所以你不需要找一个什么特别的场地 太好了 我不用去健身房还要开车出门 的确是 往前弯的话一样呢 身体放松 头部由上往下 继续往前 手甚至可以摸到地板摸到鞋子 那重点呢是腰部这边有拉到肌肉 有感觉就好 然后头放轻松整个放下去 保持自然呼吸 一样15秒 OK 好 然后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往后仰 往后仰的话呢 可以站着坐 也可以坐着坐 好 那如果是坐着坐 我们先讲坐着坐 好 直接啊 手撑住腰部 因为这比较适合老人家 就是呢 因为有时候站起来往后仰的时候呢 你可能头会晕眩 他会晕眩 对 那我们坐稳了之后呢 往后仰 然后肚子呢往前 让觉得腰部这边呢 有挤压到的感觉 跟刚才相反的动作 我的头要往后吗 头放轻松就可以了 对 其他的部分都放松 那我们腰部这边有挤到就可以 一样15秒保持自然呼吸 OK 这样还蛮舒服的 对 好 好 那再回来 那至于左转右转的话呢 又很简单了 直接呢在座位上 抓住扶手 让背部这边呢 做spiral旋转的动作这样子 可以一直抓住 对 好 拉到自己的极限之后停住一样 保持自然的呼吸 那如果你更厉害可以配合 这个圆存式呼吸 就是呢 什么圆存式 鼻子吸气两三秒 嘴巴吐气五六秒 哦 是鼻子吸嘴巴吐 对 这样还可以增加我们那个血中的含氧量 对慢性的呼吸气管的疾病很有帮助 好 再换另外一边 好 也是一样拉到底 有感觉就好 有感觉的部位呢 就是在背部这边的肌肉 好 然后腰椎这边呢 有转道的感觉 对 好 谢谢 嗯 一样 都慢慢的 有前弯有后仰有左眼右转的 还有左边右边 那一样我们坐好之后呢 哎 坐稳了 好 然后身体往左侧 对 这时候呢 可以用一点力量 也是这样帮助 好 不仅颈椎这边拉到咯 你右侧这边的肌肉呢 也被拉扯到 这里 对 好 一样保持15秒自然呼吸 千万不要闭气 好 再慢慢放回来 然后同样对侧再做这样子 这对整个上背部 上半身 真的也整个就会热热的 然后也好像有放松的感觉 血血完就会比较好 那当然如果你要配合上次的动作的话 有两个都 大家都有概念的了 像这种大象的鼻子 拉过来之后 对 要游泳都会做得到 然后头 往 来 这样 这样子呢 我们三角肌这边 还有后面这些旋转肌群 肌秀就会拉到了 就有伸展 一样保持自然呼吸15秒 对 这都算好 这两边都可以做的动作 刚才原则两边要平衡 两边如果右边做两次 左边又做两次 来 这样子 好 在这里 这打高尔夫球一定很需要 对 好 另外呢 还要拉一下这肩胛 下的肌肉嘛 我们就往后 你看我们都只要做了就可以做了 好 一样测过来 就会觉得 哇 由上到下呢 整个都被拉到了 对 一样15秒保持自然 看起来轻松松的 事实上 好像你每个肌肉 你跟它比较熟了一点 对 这是重点 跟我们肌肉交朋友 认识它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对 好 接着 对 很棒 好 那下半身 很多人下半身都没有在动的 因为好像上半身动一动很简单 怎么办 下半身 下半身呢 腰部这里 还是要介绍一下 两个很经典的动作 那可能我来示范好了 可以可以 第一个动作 我们把它叫做美人鱼 要伏地挺身喔 不用 只要双手 坐在床上或地板都可以做 用双手把身体撑起来 头稍微往后 重点不是在头部这边 手放轻松就好 重点在腰部这里 腰 要往下压对不对 对 然后腹部这边又有伸展到 一样停住15秒保持自然呼吸 这小可乐很会 它脚还会碰到头 这比我厉害 瑜伽的姿势 重点是15秒的呼吸很重要 做完之后呢 回到这样静拜的动作 这样手背到肩胛 到下背部的肌肉 甚至臀部的肌肉 都可以伸展到 一样15秒保持自然呼吸 好 这个动作我会建议一组 来回一天做 睡觉前做了三次 其实对脊椎真的非常好 有需要一定要在软垫上吗 不用 其实地板就可以了 地板就可以 或者是床上都可以 床上会有一种软度 其实OK 没关系 反正重点是你的这个伸展 脊椎有伸展到这样子 另外一个比较特殊一点的动作 就是我今天如果要拉的是 那个大腿后侧的肌肉 我可以这样翘脚 翘二郎腿 好棒喔 我在节目上可以这样 老爷 接下来身体往大腿的方向 比如我现在右边翘起来对 往大腿的方向 慢慢地往前弯 然后也探出去 然后头也往下 甚至手可以稍微扶住头部 往下 或是人家扶住腿部都可以 有点要劈下去的感觉 这我要坐稳一点对不对 对 坐稳 坐后面一点 对 好 这样子 连你骨盆大腿旁边的肌肉 然后也拉扯到了 这个真的是救命啊 对 所以下面好酸喔 然后主持人呢 再来 你压一下你的大腿这边 我要再过来一点对不对 你换一个方式 现在如果直接压腿的话 你会发觉 拉到的力道更强 好酸喔 可是呢 待会做完之后呢 就会享受一种感觉 要爽痛 痛爽 有酸其实就才知道说 它可能有点少被运动到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一样 所以这个动作 其实我们还要非常多的动作 还没有时间交到 希望下一次再邀请谢院长来 再教我们一些 好不好 好 那其他的动作呢 四十五种 鸡骨操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一本《遇到》 这是我们谢院长集结他的医疗精华 在这里 希望带给大家最健康的 然后最自然的一种生活态度 然后而且有自愈的能力 就从我们自己做起 非常谢谢谢院长的分享 非常感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生活快通 下一次见 谢谢